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来谈这个HEL框架的STAB开发,也就是我们如何写这个STAB插件。 也就是我们EIT的这个T,这个T呢,可以衔接到,也就是可以调用这一个HEL的Driver,也就是驱动。 OK,好,那我们就在这一个谈后续的这个STAB的开发之前,我先再来帮你做一个小小的PDATE。 在我们的上一小回合里,我们已经看过了,拿这一个structure来产生这个对象,也拿这个structure来产生这个对象。 只是这两个structure呢,都是Android已经定义好的。 Android所定义的,也就是他已经提供的这个structure。 我们就直接拿他的这个structure呢,H-moduleT,H-moduleT,来产生这个对象。 那拿这个H-moduleT来产生这个对象。 所以这个是对象,这个是对象。OK。 那我们在这个小回合呢,要做一个小小的扩充。 小小的扩充的意思就是说,我对这一个,对原来Android的这个H-moduleT呢, 来做一个扩充。你看。 在这里头呢,这个LED-moduleT,多了一个Status。 这样的一个DataItem,或是属性。 那保留的原来上面的,你看这是一个属性的名字。 名称DataItem。 那它的形态就是上面这个。 也就是一个小的Struct,这是一个,这是大的Struct。 包一个小的Struct。 所以这边产生出来的对象,产生的对象呢,会一个小类,就是小的Struct的对象,反而比较大。 小的Struct的,小的Struct的这个Object,还有大的Struct的Object,是它大于它。 也就是说这产生出来的对象,这么大。 这个是,这个类产生出来的对象。 那里头呢,有一个部分。 在这个对象的前面这个部分呢。 我们这个部分就,叫做Comma。 那Comma的形态就是上面这一个。 所以呢,里头呢,就包含有Masers。 还有其他的。 这个。 这个部分是属于。 这个。 我们把这边看成是G类。 这边看成是G类。 这边看成是G类。 所以这边是G类的。 然后呢,Status在这里。 G类。 那这整个。 叫子类的。 的。 对象。 这个叫做G类的。 对象。 所以子类的对象。 内部包含了一个G类的对象。 所以G类的对象比较小。 子类的对象比较大。 那就是他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所以在我们这个小回合。 所以在我们这个小回合。 就要拿这个子类来创建一个这种对象。 就插在这里而已。 在上一个小回合呢。 在上一个小回合呢。 我们只产生了这一个。 这是这个G类的对象。 只产生一个。 G类的。 对象。 只是我们在这个回合里头呢。 除了原来G类的对象之外。 我们在扩充了。 把它扩充增加的Status。 就变成子类的对象。 好。其他的部分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就是。 等于是来扩充HwMt。 把它扩充了一个栏位。 扩充一个栏位。 然后呢。里头呢。包含一个小的Swap。 所以。 子类的。 对象。内部包含一个。 G类的对象。 好。 那我们也是一样。 上面就是Ei。 那我们要来写T咯。 那这是我们自己扩充的定义。 所以也是T的一部分。 T的一部分。 那我们这边要写什么? 我们要现在在谈这个T的代码咯。 所以这边来讲。 因为你看有i。 这是抽象函数咯。 所以我们这边一定有open 这个函数的实现代码。 实现代码。 对不对? 所以这边叫做这个函数的实现代码。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 创建。 创建对象。 还记得吗? 创建对象。 还第二个呢? 设定。 函数的指针。 。 就这样而已。 那这样整个合起来。 就变成我们的T咯。 那这个部分呢? 再把它compile link就变成.so咯。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 HAL。 的STOP。 模块了。 STOP的。 MARGE。 就是模块。 模块了。 OK。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 继续往下看咯。 所以你看。 我们需要增加的。 除了这个定义之外。 这是我们定义要。 也要包含进来。 在我们的STOP里头。 还要一个要创建对象。 第二个设定函数的指针。 第三个写I的函数的实现代码。 那这样合起来。 就叫做T的角色。 A就是STOP。 A就是STOP。 好。 那我们就。 把它写写看咯。 所以你看。 SWART。 这是大的SWART。 里头包含小的SWART。 又扣充了一个Status。 这是子类的定义咯。 子类的定义。 所以我们把它定义在这里咯。 好了。 写完了子类的定义。 我们就要产生一个对象咯。 这个对象是那个函数表的对象咯。 这个函数表的对象。 这个您已经知道了。 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产生一个子类的对象咯。 产生一个子类的对象。 还是一样。 取一个这个名字咯。 这个名字呢。 又称为HMI咯。 这是。 我们有说过。 之所以要这样。 是因为框架会来寻找HMI的对象。 所以我们把它取个名字。 它就可以发现了。 所以里头呢。 放了一个Common咯。 就是把G类纳进来。 而且G类里头会一个Messus。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Set进去咯。 所以这两个都是静态的对象。 这都采取静态的方式来产生的Object。 这个也是Static的。 也就是LoadingTime的时候。 这个对象就已经建起来了。 就已经建起来了。 所以呢。 以上的就是我们的HALSTOP的代码。 它可以编译出.so。 所以这整个。 就构成我们的STOP的代码。 可以产出。so。 ok。 好。 之后呢。 再载入这个so。 载入这个so文档的时候。 然后。 就会。 在RunTime。 啊。 就是载入的那一个LoadingTime。 啊。 LoadingTime有时候也算是RunTime的起头。 就创建了对象。 被设定了指针。 就这样子。 所以。 拿了这一个子类。 来产生这个对象。 产生这个对象。 OK。 那这个对象。 就是这个代码产生的。 这个。 就是。 在LoadingTime的时候。 它就会来创建一个这个对象。 而且把指针设好。 当然这一个对象会先建。 啊。 会先建。 所以呢。 先建这一个。 第一个先建这一个。 所以它才有指针可以放进来。 先建这一个对象。 建好之后。 再来建这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里头包含一个G类的对象。 就是这一个G类的对象。 好。 然后这整个称为是子类的对象。 整个。 就是子类的对象。 这一个是G类的对象。 然后呢。 在这边有一个指针指向。 这一个函数表。 再指过来。 所以在这个SO。 的一个Loading的时候。 这个整个体系结构已经建起来了。 已经建起来了。 所以。 跟上一个小回合是一样的。 只差在。 多了一个属性而已。 多了一个属性而已。 好。 那这个就是。 刚才讲。 SYM。 就等于HMI。 啊。 就是。 在HEL框架里头。 已经定义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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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框架就是。 藉由这样子。 啊。 来找到。 我们刚刚所创建的。 这一个对象。 所创建的对象。 好。 那这个就等于HMI。 好。 那。 因为。 这个定义在第一个栏位。 所以在第一个栏位。 他的位置。 他的address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呢。 这个。 激烈的对象的位置。 跟子类的对象的位置。 是一样的。 就是说。 所谓。 对象的位置。 就是第一个栏位的起头。 就是这个整个位置的起头。 所以呢。 因为。 激烈的对象。 在子类的最前面。 所以。 啊。 这一个。 激烈的。 指针。 激烈对象的指针。 跟子类对象的指针。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OK。 啊。 所以这个common。 这一个的位置。 跟这个对象的位置。 是一样的。 OK。 好。 那我们。 再来看。 这一个。 这个。 就是。 拂出。 这个对象的代码。 这叫拂出这个对象的代码。 因为。 common是摆在第一个栏位。 所以。 这个。 common的位置。 啊。 这个小对象的。 位置。 跟大的对象的位置。 是一样的。 所以。 这个。 这个。 子类的。 子类的。 对象。 的。 子针。 是等于。 基类。 的。 对象的。 子针。 。 OK。 因为它摆在第一个位置。 所以有这种特别的。 一个关系。 OK。 好。 那。 建立好了。 啊。 我们建立好了。 这个体系结构。 在loading time。 建立好了之后。 接下来climb。 就可以来使用。 Hail。 使用的第一个步骤。 跟上一个回合。 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 这个。 因为。 HAL。 提供的一个。 功用的函数。 叫做。 HW。 getModule。 所以。 只要给它一个。 这个module ID。 那你。 climb call。 就是。 climb call这个函数。 啊。 climb去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这个函数就会拿。 climb给的ID。 去找到它相关的SO。 然后把它载入。 载入的时候。 就是叫做loading time。 所以在loading time的时候。 就会把这整个体系建起来。 我再说明一遍。 climb在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这个函数才会去载入SO。 在载入SO的时候。 就是loading time。 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啊。 它才会去。 建立出这个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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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climb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调用。 HW.getModule。 然后给它module ID。 它去找到相对应的SO。 把它载入。 载入的时候。 把里头的对象建起来。 把里头的函数关系。 把它设定好。 所以就得到了。 这样的整个结构就建起来了。 好。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找到SO之后。 再找HMI。 所以就找到了。 找到了这个对象。 然后再把这个对象的。 起始的位置。 就是这个对象的指针。 把它传回去。 给climb。 把它传回去给climb。 就是。 现在是climb掉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去找到。 我们刚刚看了那个HMI的对象。 再把那个对象的指针。 也就是它的地址。 把它传回给。 啊。 返回给。 climb。 啊。 返回给climb。 因此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 啊。 假设我们的climb是coService。 所以它就调用。 get marger。 这个函数。 好。 它叫get函数呢。 这个函数第一个动作做什么。 去载入。 啊。 road。 这个SO。 好。 然后在road SO的时候呢。 它就建立出。 这个。 第二个动作。 啊。 建立。 对象。 就是在loading的时间点。 建立出这个对象。 也建立出这个对象。 啊。 第三个呢。 啊。 在建立对象的时候。 设定。 这个函数的。 指针。 所以把这个。 指针建起来。 把这个指针建起来。 所以这个。 对象跟。 指针就全部建起来了。 第四个。 找。 找。 HMI。 对象。 就是找这一颗对象。 啊。 然后呢。 这个。 Return。 它的。 指针。 就把这个对象的指针。 把它。 Return回去。 Return给谁。 Return给Cline。 好。 所以。 我再讲一遍。 CALL SERVICE就是Cline。 它。 调用。 H. W. GET的Module。 这个功用函数。 第一个动作。 CALL SO。 第二个动作。 建立对象。 第三个动作。 设定函数的指针。 在建立对象的时候。 设定。 再来。 找到HMI。 就找到这一颗。 把这一颗的指针。 把它回传给Cline。 因此呢。 这个Cline就。 有一个指针。 就指向这个对象了。 就指向这个对象了。 这就是。 第一个步骤。 Cline在调用。 HAL的STOP的时候。 后。 第一个步骤。 好。 那这个也就是。 刚刚特别在强调啦。 在SO里头。 找到HMI。 然后。 把这个对象的地址。 把它回传。 好。 那回传之后。 就进入第二步骤咯。 第二步骤呢。 就它就调用。 扣。 它要扣的是扣这个OPEN。 扣这个OPEN。 那OPEN在这里的。 是因为。 函数的指针是空的。 所以就跑来这里。 执行这边的实线代码。 执行这个实线代码。 这是第二步骤。 里头的。 第一个动作。 好。 那实线代码到底要做些什么。 好。 到底要做些什么。 OK。 那我们就。 下一回合呢。 会告诉你。 好。 接下去就是第三个步骤。 OK。 那我们再来。 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 告诉你。 这个答案咯。 谢谢。 谢谢。